叶银鹏为什么就穿在许多人口上的细花大挂呢? 这其实还是叶银鹏的大致热鱼。 首先叶银鹏的能力和人气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, 不需要穿色细大挂。 有人也知道在德云社除了关德高一千之外, 就是叶银鹏和孙月。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, 李嘉诚现在手上戴着的还是一块不值钱的丝铁城的手表。 你能说李嘉诚没钱呢? 马银和王健银这么有钱, 也没有天天的大心恋足下金表的出来啦。 再一个, 我们会发现, 叶银鹏在跟随郭德高一起在同一个舞台表演的时候, 都会就愿不穿细花大挂, 以表示对自己师父的尊重。 我的师父在这里, 我就是个小学生, 我不能跟我师父穿一样的大挂。 在教教学, 有本师说得好, 只要是在倒数第二个出来, 比如说能穿刺血大挂了, 就是穿身西装打招领带, 每个小红嘴巴出来也没人管你, 实力就容易只要有了, 不需要什么花教育来证明, 别人自然竟然也知。 关于大挂, 在德银社其实没有任何的名人规定, 有人不能穿什么样子的大挂, 但是在德银社, 这种大挂的认识, 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东西。 顾德高一天, 业银鹏分裂现在都有了强大的好战力和名气, 穿这身自卸大挂, 配得上自己的地位, 可是如果你一个极极无名的德银社学人想做一身卸花大挂, 对不起, 做大挂的师傅, 根本都不良你。 张云某心虚念念了很久的双牌后大挂, 都是得到了郭德干的允许以后才敢充备。 据说如今德银社有本知名对的权, 都是可以到德银华府做大挂的。 叫格比匪, 你看去年的问贺堂参加的相声有新闻就知道了, 德银社的大挂不管是内略, 还是, 做工都比其他的相声团体出来的强太多了。 在央视春晚和央视春晚上, 一银鹏分裂还是穿个权花大挂, 因为出去了就是代表德银社的脸面。 还有粉丝项称, 一穿权花大挂是怕最后扔蛋糕的时候, 把大挂给弄脏了。